我们第二批是6月15号种 结果刚好要开始长高 长有没有 拉一层丸子 台风就来 现在目前都没有办法 都因为那个都是那个什么 生病 都踩来丢掉这样子 顾那个尾巴看看会不会好起来 本盖市整个山头都是收成青椒的盛况 现在不仅菜园一片荒凉 角落还都是被农民丢弃生了病的青椒 之所以收成会这么惨淡 就是因为凯米台风 7月底在阿里山降下惊人雨量的台风凯米 导致乡内多数道路摊坊桥梁冲毁 而这条从了野部落通往石座的农用路 就是其中之一 而交通的阻断也导致农民无法及时回到农地 作物也因此染病 损失预估超过百万 土石流道比那个雨水还要高 所以没有办法被农季进来 所以也不能管理 怪手挖通了已经十几天 差不多损失差不多也是一百多万 我们这个桥跟我们的路段 我们其实是年初的时候采缸 电缩完工 然后刚好就是碰到我们这凯米台风 就全部都冲坏了 所以我们现在只能利用变道 来打通一个变道 让我们的农民不至于损失太惨重 怪手将土石挖起加快抢修作业 台风影响的不仅是族人的经济来源 连基本生活用水也成了问题 这条通往特赋野部落水源地的主要道路之一 也因台风严重走山水进不到部落 到现在只能用临时拉出的水源应急部落供水 各处都需要大规模修缮的阿里山 代表会副主席就说明 出估全乡需要的塞海修建费用就高达12亿 大概花了一千多万了 对一千多万 那我们上个8月8月底以前 30号以前我们截至为止我们爆的灾害 大概全乡的是12亿 12亿的经费 目前现在就是我们这经费我们还在协调中 那现在目前我们紧急抢修的经费 是由县府这边给我们支出的 已经向上提报经费的阿里山乡 近期中央跟地方也陆续进到部落 勘灾评估 盼经费人力都能够赶紧到位 早日将家园收复 让大家回到正常的生活 女士线老包子嘉宜阿里山 采访报道